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改用户的情况 好 假设我们要改用户 我们先添加一个 新添加一个 好吧 我们叫Data1 好 VIETC Expose 注释 Data1 然后别的不变 这个跟R Rs1c一样 我共享多个目录 然后保存 这目录存在吗 Data1 Sorry 我还拉了 拉了点东西 O S S Q U 是这么写的吗 好 然后再把UID给加上 改 好 这个UID 怎么用 我那里边用的什么 书里边 书里边有用吗 咱们跟书里一样吧 上个8吗 OK 上个8 好了 上个8 然后保存 然后保存 那我三个8 我对应的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机器有吗 没有 为了它们批量创建 user add -u 指定UID 然后用户 其实用户名是啥 无所谓 我们这里面就起名叫web吧 我那里面叫啥呀 主码 好 ZUMA 叫主码 然后不需要登录 对吧 S SB Nologin -M 不见加目录 然后我完成了 不要做授权了吧 竹 竹 竹 马 对 其实有个游戏 然后我这里面有没有 都有 对不对 好 然后正常来讲的话 我这边还要挂窄 我这边好像还没重启吧 etc it.d ifs reload 然后这边做挂窄 你可以收莽的 咱们时间有限 我就直接做了 MNT存在了 好吧 换一个opt 对吧 嗯 就成功了 然后这台机器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对应的用户抗行不行 su杠 竹马 我靠切不过去 我们改一下吧 将来将来是用web服务往里写 是用应用程序往里写 所以那个用户权限可以可以试 我们现在不太好试 bin bass 没有yam 没有yam 只要能登录就好了 没有yam 不用理他 然后cd.opt touch bk 可以吧 嗯 然后这边 su杠 竹马 cd到 obt 有 我touch一个web01.tst 首先看一下用户 对 都是竹马 然后对于服务器团看一下用户 看没有 正是因为用户统一了 你才能够实现 进行处理 我这是backup 我删除web01 没有问题 我这边是web01 我backup 也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大家将来要做多个客户端 挂载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让所有的都用onfire nobody 或者是所有的客户端包括服务器端都要创建一个新的用户 然后让你让新的应用使用这个新的用户 比如web服务的用户 你们将来自己考虑 用什么自己决定 反正是有这么个事 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咱们慢慢再去讲 那故障问题很多呀 这其中架构的时候 有同学遇到问题 但是我忘了 我找不着了 等到到到那个阶段 我再给大家找出来吧 好了 补一下 补一下 客户端的挂载 这个地方可能说过了 我再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毕竟已经写过了 mont是挂载命令 杠梯是挂载的类型 然后这是服务端的目录 ip冒号目录 然后挂载点 然后挂载过程 一般是先瘦 瘦成功了 挂载 挂载完之后 df-h 当然也可以通过mount 或者用plc mount来查看挂载结果 这个几步 大家应该都要会 并且开始学习的时候 要把习惯规范准备好 将来你牛逼了 你可以变化 没有牛逼的时候 不要变化 就听话 然后客户端排错 客户端排错 最简单就是瘦 如果瘦要不行了 就马上立马做什么 ping tire net 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比如说 tire net也通 然后还挂不上 你就检查服务端了 是不是说句不对 是不是配置文件有问题 是不是配置完了 没有重启服务 反正总之就是 物理网络 端口 具体的服务端的配置 扣端的操作配置 操作命令 就这点东西 你看这是不当 这是什么问题 方向 恭喜 你们很棒 你看就方向 这错误 对 服务端RPC 有问题 你们越来越棒了 你们如果把我的话都听进去 我敢说 你们比我未来发展要好太多了 但是 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能够站在我肩膀上 持续站在我肩膀上走的人不多 人说白了 都是有个性的人 很难接受别人的全部的观点 只有自己经历了 才能珍惜吧 智能挂载就说过了 是吧 注意 我演示一个挂载情况 退出 Kate ETC RC Local 我已经有一个了吧 然后我现在reboot 我看他能不能挂载成功 然后我把第二个 第二个 我带大家实现 通过 ETC 什么了 FIT毕竟挂载 第一个 想要挂载的地点 对吧 172点 16点 1点 310 冒号 Dage 挂载点 MNT 过来的类型 NFS 过来的选项 暂时就来default就行了 default里面包含一堆参数 具体是啥 咱们这节课来不及讲 要不要备份 要不要检查 00 对 然后这样一般来讲 可能会起不来 起不来 我们给大家讲过 FITB如果坏了 怎么修复了吗 讲过了 对不对 我没讲过 柳桌叶了 好像 没有柳桌叶吗 没有今天柳桌叶 FITB文件 坏了 这么修复 我记得好像留过 我看 然后先看右边 右边 我是放到RTNLOC里了吧 看有没有起 起来了 起来了 然后再看看 另外一端有没有起 是backup吧 好像也起来了 我可能RTNLOC里已经放了 没起吧 没放 没放 你知道为什么OK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用零了 如果你要用一的话 可能起不来 有可能起不来 好像现在起来了 但是没有挂上 但是没有挂上是吧 我们是希望让它挂上 还是希望让它起不来 希望它起不来 我们可以试试试一下改成一 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就算改成一 可能它文件系统也能通过 我可以说 这个 我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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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挂点没有动作是吧 没有动作 没挂 这个系统越来可能又智能了 他发现你不行 他不给你挂 你看我还是有 好 把它改成零 回头你再把 比如说这个得搞错 这得搞错 你看让它起不来的场景 好 我们让他现在让他能够挂起来 有一个服务 CGK config NetFS 然后杠杠list 这个为什么起不来 大家知道吧 因为网络还没起 你就开始挂了 所以起不来 再来一遍 来看结果 你看已经挂窄了吧 我看到了 这地方 对 这挺好的 然后看下来有没有 估计有没有 没有 谁敢打赌 是巧吗 你前面你前面你前面起两回都没挂上 我那边一下就挂上了 是巧吗 看挂了没有 挂上了 什么原因 是这个服务决定的 这个服务可以让你放在FITB里边 也能够实现开机启动 就这个服务 有可能是什么延次加窄 还什么 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细了解这里边背后的原理 不过也没有必要非要去了解 行 这就摆着摆着吧 然后FITB坏了 怎么修复 这给大家留作业了 这个指定UID咱讲过了 客户端挂窄 客户端挂窄需要一些客户端的一些参数 这地方我们下这课讲 包括优化 好吧 我们这课就讲到这 留作业 我聻 我 Eminisse 写